三身 大乘佛教对佛陀人格有详尽的论述 按照此说 佛陀具有三身 或者说有三方面的特性 第一类是发身 真理之身 这是佛陀的真意 达摩是真理的意思 这个不是口头上的教诫 教理也引申为真意或者真理 如此 则真正实义的佛陀是真理 这种概念很清楚地 谈论到在原始上座巴里文佛经里 佛陀告诉佛陀听 如来是发生真理之身 或者是真理的具体化 成为真理 就是一个人 已变成为真理 同样地 佛陀告诉佛陀听 建法就是建佛 就是说 佛陀就是等于真理 从这个观点看 诺佛陀就是一体 而没有两样 因为真理只有一个 第二类是报身 这个是就一生果报的身体 或者佛陀享受于真理方面说 于真理中 已经杜脱其他的众生 享受善美高尚的理境 这个就是无我 纯极的精神果报 上座部佛经中 虽然没有这种报身的划分 然而 仍然可以没有矛盾地接受的 第三类是应身 这个是佛陀生理的生身佛 他出生于人间 成佛 宏化 最后入灭 这个是大小城共同的概念 就应身佛来说 佛有很多个 而一个个皆不同 这种是佛陀生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